那么如何解决亲子间的冲突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冲突 为什么会有冲突对吧 所以一般我喜欢就是说 先从定义开始啊 然后我们讲一下我们的情绪 在这个冲突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有五种相信或者理念 认为说这种理念会导致我们会有产生冲突 那接下来我们会谈论一下这个冲突升级 以及说怎么样去解决冲突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冲突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利益的底数嘛 那么冲突的基础有可能是个人的种族的阶级的 国家的政治的对吧 那么群体中的冲突呢 通常呢就要遵循一个特定的过程 比如说日常的互动啊 首先会因为有一定的冲突而中断 然后呢再由意见分歧或者成员之间的这种分歧 或者是资源的匮乏引起的 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是因为要争夺某些权益 或者是资源才造成的对吧 那冲突呢它也不是说每天一直都处于冲突的状态 通常是有常态 然后呢冲突出现升级 然后呢会有冲突解决的阶段 最终又恢复到常规的这种互动 所以呢有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竞争常有 但是战争并不常有 也就是当我们人跟人之间有竞争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冲突 好 这个讲到冲突的时候 我们想这个情绪跟冲突有什么关系 其实所有的冲突都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它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情绪通常是我们能够满足生存的需求 蓬勃的发展以及享受生活的一种能力 比如说今天很开心 我们的情绪就比较高昂 对吧 如果今天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 或者有什么悲哀的事情发生 当然我们的情绪就很低落 所以呢 每一种情绪就会激活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 并且能够产生不同的非语言表达的 和身体的这种反应的模式 那也就是说 这个大脑会产生一种多巴胺 或者是这种cortison 让我们会因为情绪而导致我们有不同的行为 所以冲突呢 它是由情绪造成的 严重冲突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情绪化 所以我们要想解决冲突 就是要能够学会控制我们的情绪 当我们控制好的情绪了 那么这个我们的破坏性 这种冲突的消极情绪和攻击行为呢 就会被避免 好 那什么时候会导致这个冲突的产生呢 就是我们有五种相信 或者这种观点 当这种观点产生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产生冲突 不管是亲子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 那么第一种就是说优势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人觉得说我有某种优势 那另外一方会觉得他有弱势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为了去争夺 别人所拥有的优势 或者取得相同的优势 而进行这种冲突 升级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不公正 如果我认为别人对我是不公正的 不管是什么事情 或者是什么做法不公正 那我就想办法去讨 就是把这种公正讨回来 在这种过程当中 冲突也会产生 第三种呢 有一种异伤害性 那么一方有异伤害性的时候 另外一方就会成为迫害者 对吧 就好像家暴的时候 有一方是施暴者 一方是受害者 那么这种情形之下 也会产生冲突 就是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做法会导致的这种暴力冲突 那第四种情况呢 是不信任 也就是说当我对一个人不信任的时候 这时候比较容易产生冲突 所以如果我们让孩子觉得 家长对他们不信任的话 那孩子就要去反抗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亲子之间的冲突 第五种情况呢 叫无助 就是某一方会觉得 另外一方没有帮我 或者他自己就觉得 我就是很无助的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我要想办法去争取我的权益 得到你的关注 得到你的帮助 所以我就要跟你去fight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定的冲突 所以有这种五种观念的时候呢 冲突就会产生了 那么他冲突产生之后呢 他升级的话有各个不同的阶段 那这里呢 讲了五种阶段 其中呢 比如说一到三阶段的时候呢 他是win-win 就是双赢的情形 那四到六的阶段呢 是一方赢了 一方输掉了 然后七到九的阶段呢 是两个人都输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双赢的是什么样的局面 他说这个tension 就是有一定的冲突 或者有一定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debate 就我们开始辩论 就双方会开始讨论 如何去解决这种压力 这种tension 就是压力 那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用行动来表达 而不是用嘴巴去讲 因为讲了以后可能会发生争吵 那行动上面呢 有一种情况就是让我们配合 那我们合作呢 我们就会双赢 好 所以第四个部分 就是让大家看到 我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是双赢的 但是如果说 这种合作的关系 不成立 或者说被破坏了 那就会进入到第五个阶段 其中一方会觉得 我没面子了 我输了 所以呢 我要去跟你去反抗 不管是父母也好 孩子也好 如果觉得我们一方是输掉的话 我们都有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这种自我防御机制 就让我们会去对对方造成一种 威胁的状态 就说你如果这样做 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通常孩子小的时候 父母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哎你不听话送到警察局去 让警察署说管你 对吧 我们可能听过很多次 但大了以后 这种方法肯定是不管用的 虽然我们可能会说 你常常上网 我就要给你断网 断电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用的一种 叫threat strategy 带有一定的威胁的这种策略 那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行 有时候可能也不可行 所以我们就说 家长也不能一直用 就适当的调整 那么第七个阶段呢 就说开始有限度的破坏了 因为当我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就要想办法去破坏 把这种威胁给打破 所以呢 开始有一种破坏性的行为了 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在家里面砸东西呀 对父母采取不尊重的行为呀 或者谩骂呀等等 这种都是有限制的一种破坏 那到后面呢 就第八个阶段呢 就是全力的开火 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冲突升级 甚至于有肢体上的冲突 或者其他的冲突 孩子说我不去上学了 你们都不用管我了 或者考试我也不去考了等等 就是这种 让生 这个冲突升级之后 让父母更加的生气 然后造成用更多的punishment 或者是限制的方式 那么这个就无解 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双方都会跌入到一种深渊里面去 所以这个就是第九个阶段 那么就属于大家都输掉了 没有人在这个场冲突当中赢的 所以这三种呢 希望大家就说有一个认识 我们怎么样 哪一个阶段我们是可以避免的 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用不同的strategy 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就会避免更恶化的情况产生 好 那这个亲子之间的冲突呢 跟别的情况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个利益的方面呢 相对会少一点 不是说我们为了真的某种利益去冲突 而更多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我讲了这几个方面 就是不确定性和承诺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或者我们期待孩子 是你至少把你自己的功课做好 考试你拿个A或者B 我也不要求你全A拿B也是OK的 有时候C也是OK的 但这种就是好像一种约定俗成的承诺 就是我们期待孩子就会这样去做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因为这个不确定性跟承诺之间会有产生冲突的机会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认知和误解 我们父母想的是一回事 那孩子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好 或者你应该就是很简单就完成的 但是我们没想到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 可能他们的荷尔蒙作祟 他们的这个找不到归属感等等 就影响到他的自我效能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认知跟他们认知之间就会产生误区 所以第二种情况会产生冲突 第三种情况就是错误的归因 如果孩子这次成绩不好 那可能我们认为说你没有用心吗 但有时候孩子就否认啊 不对我已经用心了 但真的是这个老师不好 这老师没有给全班一个学生A 所有的人都是B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种错误归因 归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 孩子会反抗 那我们就会产生冲突 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然后第四种呢 就是错误的动机 所以什么叫错误的动机呢 我们本来父母对孩子 或者包括孩子对父母 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 对吧我们没有想要害自己的孩子 爱都来不及呢 对吧 所以呢 但是为什么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动机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如果说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希望孩子去读一个好的大学 找一份好的工作 也许这是一个错误的动机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孩子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自我强大的 这个一个需求之间会产生矛盾 因为他自我需求并不是说 我就是要去读一个好的大学 我就是要拿好的成绩 他更多的需要是说 我需要空间 我需要尊重 我需要跟同学一起 能够有更多的友谊 让我找到这种归属感 找到这种安全感等等 所以这个动机方面 我们会产生冲突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五点说这个软硬战术 这个可能比较好理解 有时候我们用的一种soft love 有时候我们用一种tough love 去跟我们孩子相处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sometimes it works sometimes it doesn't 对吧 有时候行 有时候不行 所以这个软硬的战术呢 会导致一定的冲突 如果孩子需要的是 soft love的时候 我们非要给他一些tough love 就是说 我这样子就是 如果子不叫复制过 我一定要对你严格一点 我才能够对得起主中 对得起我自己 对得起你 对吧 可能我们的传统的价值观 会让我们这么去做 但是这种战术 可能对孩子来说 行不通 我现在不需要你tough love 我就需要你soft love 或者至少 at least you know what I want 对吧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要能够经常的去调整 观察一下哪一种更适合孩子们 好 下面呢 第六种有一点点困惑 就是什么叫互惠和向上的冲突螺旋 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呢 是双向的 有时候冲突 产生的时候会让我们彼此都受惠 因为有动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 所以呢 孩子们学习会更努力啊 那父母也觉得我要改变我的亲子教育的方法呀 所以彼此会受惠 那彼此也会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 但是这种冲突呢 它是一种螺旋式的 不是说刚好在那个点上面 都那么完美的解决问题了 有时候孩子在这个阶段收惠 有时候父母在另外一个阶段收惠 所以这是一种螺旋的向上的冲突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父母跟孩子都能在这种冲突当中受益的话 那么这种冲突还是有必要的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第七点刺激和愤怒 也就是说 我们用的这种方式会刺激到孩子 或者孩子用的方式会刺激到父母 那我们就会产生愤怒 对吧 有时候孩子会骂 尤其用F word 或者是用其他的BS word什么的 父母听到这个就是一肚子的脑火 我们最不想听就是孩子 用这种语言去对待父母 好像辛辛苦苦的来照顾你 养你都不说了 还要遭到你这种谩骂 当然谁都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种刺激和愤怒的情绪产生的这种冲突 那么这几种冲突也是我们大家平时常常都会遇到的 所以假如下次在遇到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习怎么分析一下 到底属于哪一种 怎么样去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的人是喜欢 等一下啊 有的人喜欢用视觉去看问题 或者去学习的 所以呢我找到一个视频 就是说他是用这个一张图来跟大家解释 看清楚说怎么样去解决冲突 当然他这个讲的就是说 可以帮助我们在谈判沟通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工具 我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其中有一段我要把它缩解 30秒的地方 来描述冲突与矛盾 藉由检验需求背后的逻辑假设 达到双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矛盾与冲突 都是呈现怎么样的现象 相信大家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老板总期待员工既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工作及生活上也时常面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 顺了一方另一方却不满意 社会上因赞成与反对的双方意见不同 各有坚持 导致彼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跳开这些矛盾 你会发现 每一方都有自己认为合理的观点与需求 谁都说服不了谁 其结果常常都是比肌肉 看谁的力量大 迫使另一方屈服 不然就是彼此妥协 交换条件 最终双方总是认为自己吃亏 对方占了自己的便宜 委屈的接受了 其实人们会采取有意识的行动 必然是被某些我们想要的需求所驱动 而这些想要都是我们的假设 最终在我们的大脑组织完成后 说出来的需求 最后我们会期望达成一个有利于我们的良好目标 然而达成一个利己利人的目标 不会只有一条路 必然会有不同的想法 产生出不同的需求 及需求背后的假设 而导致出不同的行动 或者完全相反的行动 而导致冲突 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过去我们总是从行动中看到冲突 想从彼此的需求主张化解冲突 常常得到的是彼此的妥协 其实人心是复杂的 往往从彼此的假设 更能了解对方的担心 了解冲突的起因 化解冲突 不是有句话说吗 要先了解心情 才能解决事情 让我们利用冲突图 来了解彼此的想法 化解彼此的担心 发现冲突的起因 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 最近台湾推动的108课纲 所强调的素养教育 就是很好的冲突范例 素养教育强调知识 技能 态度 它有别于传统的 填鸭式的知识教育 导致有些老师主张 应该让学生 掌握充分的原理知识 所以老师应该多讲 让学生充分的了解原理原则 但有一部分的老师主张 应该让学生具备 动手实作的能力 从观察现象理解原则 所以老师应该少讲 多引导 结果无论老师多讲或少讲 都备受批评 我们先来看看 主张多了解原理知识的老师 背后的假设 主要是担心学生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不容易自行理解 而主张多动手体验的老师 则是担心学生 只有理论没有实作 不会自行应用 其实我们来看看 这两方的老师的 假设与担心 都是合理的 而各自的需求 主张也都应该被 保护与支持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检讨一下冲突的起因 原来是教育精神已经变成知识 技能态度并重 导致教学时间成为最大的时间限制 因此现在全世界的教育改革的解决方案之一 均包含主题式教育 取代分科教育 另一个则是 普遍减少主题个数 透过老师的提问 先练习 后讲解 在此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教育专家 只是借由冲突图的逻辑分析 我们来检验一下 教育专家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是否合理 最后 我们来手把手练习一下描绘冲突图 协助我们用逻辑 当你看到桌上吸引你的美食 想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后面的内容就不要看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让我们想到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诉求 到底对青少年 我们需要管多一点 还是需要管少一点 我们可以套用这个逻辑图 对吧 在管多的时候 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是认为说 孩子还不够自觉 还比较小 我们需要介入 他的功课没有及时教 他的project没有按时完成 或者说他做的比较少 所以他的project没有拿到高分 对吧 等等 这是我们的诉求 希望多介入的这种理由 那另外一种诉求就是说 我要少介入 我不用管他 这不管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说孩子他会自觉 他会变得更独立更强大 对吧 所以我们都有各种样 这两种不同的诉求 这诉求被后面有告诉我们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更好 就像那些老师 他说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 对吧 所以这个我先就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留给家长 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到底我应该介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多一点 还是要介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少一点 尤其是他们学术上面的生活 那你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用这个逻辑思考图 去分析解决矛盾 那还有一个 我会继续的把我这个PowerPoint做完 看一下啊 现在来后面一部分是我今天晚上的重点 但是 好 我先关掉一下 OK 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打开麦克风 就可以来提问 因为我现在把这个PowerPoint重新拉出来 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PowerPoint就好掉了 现在再来share一下 我们刚刚看完那个视频了之后呢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这个重点 就是怎么样去解决亲子之间的冲突 我每次喜欢用一些英文的字母来把它缩写出来 就initial的缩写出来之后呢 让大家能够就是比较记住我们的重点内容 比如说大家有吃过那个MM糖 对吧 各种彩色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多方位去思考 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不同的在这个螺旋上升式的解决冲突的过程当中 彼此都受益 所以第一个M呢 就是meditation 这个时候meditation呢 就是让我们自己先思考 我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帮助孩子克服困难 以及我们自身 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亲子 这个技巧 能够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 不破坏关系 又能够解决冲突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要协调 我们不单单要有能力帮助自己去考虑如何解决冲突 还能够协调好跟孩子的关系 帮助孩子去解决这样的难题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是问题的地方 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有难度的 他们也需要帮助的 所以我们要用这两个M&M 思考和协调去帮助解决冲突 那底下呢 就是说有四个方面 叫care 那第一个就是communication 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解决冲突的过程当中 遇到多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communicate 对吧 才能够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些冲突解决好 那么这个open communication是非常的重要的 沟通是关键 当我们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意图表达出来 也让孩子们有机会表达他们想法的时候 我们这个沟通渠道就是通畅的 所以第一个是communication 第二个呢 要有active listening 这个要听 倾听对方讲的 也让对方能倾听我们所说的 这是比较难的 我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容易 但是真正想 我讲的对方有没有听进去 我怎么样去检查 那或者对方跟我说的 我有没有关注 那孩子会说 哎 我不想去上了一门课 打这个比方 那潜台词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说 第一我不喜欢这门课 不喜欢这个内容 或者我对这个topic不感兴趣 第二个可能是我不喜欢那个老师 第三是 哎 我听谁说了 那个班上有个同学 是我不喜欢的 我不想去 等等 所以他可以罗列出一堆的理由 那我们在听说 孩子讲说 我不想去选这门课的时候 我们不能马上跳起来 你为什么不选这门课 如果你将来想要学什么 什么 这门课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哦 你不可以这样的选择呀 对吧 就是我们只有开始干预他的选客的权利了 那这个时候呢 冲突可能就会产生 所以我们倾听很重要 第三个呢 叫review option 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呢 大家要讨论 到底哪个选择可行 哪个选择不可行 我们也不是马上就知道的 可能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review 有几种可能性 几种solution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说 如果这次这个方案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下次用另外一个方案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看到的是 ending with win-win solution 也就是要双赢 我们前面讲了个九个阶段的时候 第一个阶段是要双赢 就是什么 要合作 合作共赢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一个人赢了 一个人输了 所以如果是我们用父母的这种经验 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权益 去跟孩子 就是去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赢过他了 那其实真正输的是什么 是大家都输了 对吧 因为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赢了面子 但实际上可能会 会输了理子 破坏了我们亲子关系 那会得不偿失的 所以呢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都不要输 也不要一方赢一方输 而是双方都要赢 所以我们需要care ok 所以不单要有mms 有这个巧克力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甜美 多样化 还要有care 那有了这个care 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解决冲突的过程当中 很好的去发挥我们的智慧 也帮助孩子们学习 怎么样去解决冲突 因为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他们同样会面临更多的冲突 那我们家就是一个小小的平台 帮助他们了解care 了解解决冲突的方法的一个平台 那还有一个工具 这个我以前在讲座中 可能有提到过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一个3R 也是非常简单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任何的冲突 我们这个首先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这就是回应我前面 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情绪在冲突当中的作用 因为情绪它有很大的破坏性的作用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 一念之差 对吧 就一冲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 让自己会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也能够帮助孩子们调节好情绪的话 这个冲突就变得很容易去处理了 就对立性就不会那么强 所以第一步呢叫regulate 调节情绪 我们在进行一个对话之前 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一定要先调整好我们自己的情绪 那如果发觉孩子今天累了 或者说因为某件事情 他本身就情绪不高了 不要用这个时候来跟他去讨论一些重要的话题 那我们能够帮助他调节的 就是说 看起来你今天好像遇到了一些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你会愿意跟我分享吗 或者就说 你好像对这件事情蛮生气的 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那或者说 好像看起来蛮难过的 是不是因为考试没有考好 或者是跟同学之前发生了什么矛盾 那你愿意让我了解一下吗 就这样子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慢慢的把他的情绪缓解下来 或者说 我理解你 我觉得如果老师这样对你 或者同学这样对你 我也会不舒服 对我的话 我也会不舒服的 所以我就理解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了 那这个调节好了情绪之后呢 我们要建立一种关系 也就是说 他讲的东西和我讲的东西能够沟通 如果他跟我们讲的是说 没事 都挺好的 但是呢 就是我也不太想讲 那说明一定是有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也感觉好像跟父母没有太多的地方 好沟通的 也许认为说 我们的父母不懂我们 或者就是说 讲了可能父母会不会更担心 或者就是说 我跟父母讲了 他会不会怪我 所以因为有这种样的顾虑 我就不想跟父母去说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建立这种关系 拉近关系 套近乎 怎么样去套近乎 就是感同身受 让孩子们知道 我们也是经过那个阶段过来的 我们也愿意 跟他一起共同度过这段时期 建立好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孩子就会 也会感受到父母的那种care 等到这两部分都建立了以后 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 有一个foundation 我们才能够理性的去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时机成熟了 再跟孩子讲 你看 这个最近打游戏 打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能不能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说 既不影响你的功课 也能够让你适当的时间去玩的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在这种情形之下 孩子会觉得说 其实父母也是很care我的 而且他会感受到那种love 所以他会愿意说 可以啊 我们来试试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点拉锯 在今天可能做的好一点 明天他又走回老路了 我们又要想办法把他拽回来 所以他是一种螺旋式的 虽然看起来好像还在原地 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他还是玩那么长的游戏 还是没有看很多的书 这是表象 但实际上 他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改变 那么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改变 也就是说 他在玩游戏当中 所得到的快乐也好 得到的知识也好 或者是收获也好 跟他前天没有玩游戏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性的假设 所以呢 在这种理性的假设的基础上 再去理性的去解决问题 让我们孩子们知道 我们要帮助他们 我们是要支持他们 支持他们的学习 支持他们的玩 我们没有judge他们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顾虑 把我们的担心讲出来 让孩子知道 其实我是有点担心的 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除我的这种担心吗 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 就是说 你自己这方面是怎么想的 又没有什么担心 所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建立理性的对话 所以这个3R 从Dr.Bruce Perry这边来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随时的用 不单单是说 跟孩子的关系当中 解决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得到 我们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夫妻关系 或者是其他任何场合 我觉得都是这样 我们要想理性解决问题 就是要调节情绪 建立关系 然后再去考虑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上来就说 不行 你必须把电脑这个停下来 或者说我电脑把你没收了 我现在要断网了 很多家庭都采取的这种措施 但是我知道很多都没有解决好问题 反而造成了这个矛盾的升级 那么冲突就变成是最终 好像父母跟孩子都会跌入到深渊的状况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父母通过学习 有了适当的工具 用我们的智慧 用正确的这种亲子关系 建立起来的这种信任 那我们会能够理性的解决好 我们亲子之间的冲突 所以呢 我今天的分享先讲这么多 我希望就是家长如果有问题的 我们来一起共同探讨 好 谢谢大家